台湾位于太平洋是南北狭长型的海岛 面积约有36000平方公里 也就是14400平方英里 台湾虽不大 但自然资源和人文风貌却十分可观 由于地层板块运动活跃 造成台湾拥有高山、丘陵、平原、盆地、岛屿 纵谷与海岸等多变的地形风貌和丰富的景观 再加上北回归线刚好从中经过 使台湾同时拥有热带、雅热带、温带等气候的不同生态 人文方面 这座美丽的岛屿融合闽南、客家、外省以及原住民等不同的族群 形成了多彩多姿的人文色彩 另外台湾以多元丰富的美食料理 受全球关注和肯定 拥有美食王国之称 本期节目让我们赶快去探索这个充满阳光、美食、海洋和文化的台湾宝岛吧 大家好,欢迎收看跟着可疑去旅行 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呢 我终于来到了台湾 那到了台湾呢 你第一在想去哪里呢 你会不会想要去泡个温泉呢 让你可以焕然一新 或者是到热带雨林去走走 到这个森林里面 大口的这个呼吸 这个芬多晶 让你可以减压 所以今天我就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沙是全台湾唯一可以同时提供温泉 还有热带雨林体验的地方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看到了吗 大阪根度假酒店 你会不会想要赶快跟我一起去美人汤泡泡温泉呢 我们赶快去吧 嗯,这个大阪根森林温泉酒店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呢 它就位于新北市三峡区 从台北、新竹、桃源机场过来 大约50分钟的车程 渡家村占地20公顷 前身是日治时代台湾最大的第一座制茶厂 有近百年的历史 而渡家村内有日本皇室休闲度假行馆 茶叶博物馆、花园、渔池、森林步道等自然生态 这里的自然生态呢 保存得非常完整 诶,我看起来是不是像在亚马逊森林里面呢 没错,我现在就是在有台湾亚马逊森林之称的 大阪根森林园区里面 哇,这里呢 是台湾唯一的低海拔 原始亚热带雨林 里面有好多的自然资源 所以呢 你在这边可以大口的吸 像这样一样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芬多金 让我们赶快一起去探索这个热带雨林吧 一走进雨林 我立刻被丰富的灵象所吸引 这里的步道因地形的简易度分成三环 大约一到两个小时的步行时间 不过,这可不包括你拍照打卡的时间哦 游客可以自行漫步或是参加生态导览 我们在博学多文的大阪跟江副总的带领下 展开了一趟难忘的健康之旅 这是国宝级艺藤 目前发现全台湾最大的 那这藤内直径超过30公分 而且它有点到线到面到整个立体空间 覆盖范围有宿展平凡公尺 江副总仔细解释 原住民非常聪明 会利用大自然的植物来补鱼 巨藤做成的鱼网将大鱼留下 小鱼放生 鱼类才会生生不息 形成了人类与大自然共存的生态 这叫古婆鱼 所以野外被很多的昆虫咬到 这可以解毒的 因为一般昆虫的毒液是酸性的 那这是碱性的 强碱 所以把汁擦一擦就不会养了 到户外被蚊子 甚至蜜蜂咬到都可以解毒 那很重要 它到处可以生长 它倒上去也可以生长 切断也可以生长 生命里面有旺盛 它覆盖范围有上千平凡公尺 在这个尤雅热带雨林植物宝窟之称的森林中 植物们以复生 寄生 共生 以及辅生 四种生态共存 例如大越南与山苏 幼鸣鸟朝爵 就是这种理想的 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的共生关系 上面呢 这个叫大越南 那上面叫山苏 又叫鸟朝爵 是爵类的一种 那山产店的名菜 这一盘下来七八百块钱 山苏叫鸟朝爵 为什么叫鸟朝爵呢 因为下面干干像鸟朝一样 就叫鸟朝爵 非常重要的 这叫猴子的马桶 讲一次永生囊 猴子很想在上面便便 所以养分非常好 所以长得非常茂盛 有些一长就长数十年 都不会掉下来的 都天然Nature的 玩天然的 很多客人以为我们上去种的不是 种不活的 太好玩了 看了这么多的植物 可一不惊好奇 这个鱼林里面 到底有多少种植物 昆虫 还有鸟类呢 我们森林号称技术的废 目前全台湾700公尺 低海拔 唯一的雅字带鱼林 植物高达到600多种 昆虫有7000种 鸟类有38种 生态非常的丰富 目前台湾唯一的雅字带 完全没有破坏 是的 而且这个是要经过很大力的环保 才能保存下来 是不是可以谈一谈 你们在这个森林园区所做的努力 是 像说碧鹿兰里一起山林 我们进入将近有30年的 中间的区区折折 包括很多的财团 很多的有利的人士 说你树木砍一砍就会卖了很多钱 但是我们不但没有砍 一棵都没砍过 而且外面买树来种 所以整个生态感非常的丰富 在这片森林里面 有着百年大型国宝级的板根植物 也就是这家温泉森林酒店 大板根的名字的由来 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那这个叫九丁龙大板根 那板根的行程有四个条件 因为一般根是在地下看不到的 根突出地表是违反自然的 根突出地表像木板的平面一样 叫板根植物 因为很大 所以大板根加个大字 叫大板根的名字 就这样子来的 大板根森林温泉度假酒店 它形成有四个条件 那第一个呢是斜坡地形 所以根会往上攀爬 往下支撑 第二点呢 它本身是沙地土壤 所以本身细水性很差 所以根会重新再生 重新定位 在树非常高 最高叫外漏层 所以非常高 所以第一道光线都打在叶脉上 所以养风更够 所以在树上发展 那最后一个条件 这边有横峰 有定向峰 也把水池带来 附在根部 所以根再往上发展 四个条件形成我们的板根 那这个板根呢 将有两米高 一年长一公分 所以将近两百年的 两百年的 很壮观 刚刚是九丁绒大板根 接下来我们赶快看看 榆林里面 另外一个国宝级的板根植物 也就是这个 成凤色状的干花绒大板根 有没有觉得这样的板根造型 如裙板一样的美丽呢 感觉散发出王者的风度和气息 另外呢 仔细拍一下 上面都是一块一块的吗 白色的东西 很多图案 像达文系密码一样 这叫空气环境的指标 叫块状第一 块状第一 空气环境的指标 有这东西 表示空气非常好 原来树上一块一块的第一 可不是大树得了皮肤病哦 其实呢 第一是棗类和真菌的共身体 是最佳空气清洁指标 那么想必这里的空气含氧量 是非常的高哦 那我含氧量 像台北市毛就200 西头阿宇山 8000个PPM 那这边高达到2万个PPM 非常的高 所以你在这边呼吸一口 可以点外面呼吸很多口 是是是 养生非常好 在森林里面呼吸呢非常重要 主要是要把肺气排出来 热心的江副总告诉我 呼吸有四大方法 而让我一一尝试 不过看起来 短时间之内呢 我是学不会啦 不过最重要的是 别忘了森林里三大宝 副离子三大宝 三大宝 高羊 分斗钉 副离子 森林三大宝 所以一定要来这边大树 是是是大树 哇 哇 体验了这个森林三大宝 别忘了看看 是否能在这个雅热带雨林里面 找到口龙时期就有的树叶绝 而且呢 一定要到这个位于雨林中央的 彩虹吊桥去走走 吊桥上面 听说这个叫做彩虹吊桥 是 因为这个阳光透过来 各处都亮晶 平常说的叶子 可以看到彩虹喔 对不对 而且这就是大阪 跟整个热带雨林的中间了 是是是是 你看我们整个绿色球体正宗一样 站在吊桥往外看 感觉置身于一个绿色的球体中心 不论前后左右哪个角度 都是绿油油的一片 离开热带雨林前 我一定要把这片森林的景观 刻画在我的脑海里 哈哈 来张照片 打卡留念吧 刚刚体验了森林三大宝 高氧量分多金和负离子 现在觉得神清气爽 长途飞行的疲惫也一扫而空 破走了半天 感觉有点口渴 不如我们去茶叶博物馆泡杯茶 同时看看那些珍贵的历史文物 现在我在这边呢 就是大阪根的茶叶历史文物馆 这边是有非常多年的历史 看到我后面呢 这个就是当时的制茶厂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栋呢 就是维持当时的制茶厂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边呢 这边有非常多的馆藏 像这个很重要的机器呢 就是茶厂的心脏 当初呢是1932年 从英国进口一直流到现在 然后一直在大阪根这个博物馆里面 所以大家如果来的话 除了看到这个茶厂制茶的心脏 还有非常多的珍藏的馆藏 欢迎大家来这边欣赏 这张黑白照就是昔日的大爆制茶厂 往日忙碌的制茶景象不复存在 但是透过展场的精彩文物 珍贵的历史照片 和古老的机器及茶具 再次呈现老茶厂的百年风华 请休息片刻 管个之后我们将一起泡茶 同时体验园区内温暖滑润 无色无味的美人汤温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